Dia 沒記錯的話是27 下面是雪納 額蠻是 單科牙包的 幹嘛啦 幹嘛 你們幹嘛 40萬躲在路上 我們今天出來問問大學生們 實際上會有蠻精品的習慣 雖然幫我們這次干店 問問一下大學生們的想法 那就 Let's go 了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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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你有買過精品嗎 沒有錢 那你會想要嗎 欸 還是因為你看了曖昧麗在巴黎 然後就覺得 哇 那個法國那種 法國不舒服 那種感覺啊 那有些精品比較好看 會想買 就是價格的部分 現在就是身為愛美的大學生 必須要有 可以提升質感的東西 我想買 沒有打工 沒有錢 看款式 自己喜歡的 那就會想要從前買 純粹被美吸引 沒有研究也不會買 完全沒有 沒有必要 可以把那些錢用在 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地方 我有研究 可是我不會想買 不想要花這個錢在買精品上 我覺得可以同等價值的 買到一樣的東西 一樣可以背就好 如果有好看的話 那跟我一樣好看 所以沒有沒有 大 大 Koji跟巴黎思家 編織寶 我那時候買一萬福 自己大公分 一分錢一分貨 高二用到現在 我現在大二 會穿 天氣好一點 特殊產會穿 鞋子只要一落地就跟車子一樣 精品一出店面 基本上就會掉腳 大概兩萬差不多 自己上班賺的錢 要靠上下自己 這顆寶寶 YSM 應該七萬上下 我記得他應該叫 流浪包 我看一下 裡面沒有東西 我沒問題 我再戴一下你的手錶 我媽 這隻手錶是 20歲的生日禮物 Guardia的 這個也是媽媽手錶 也是媽媽手錶 沒記錯的話是27歲 媽媽還缺女兒嗎 下面是Xenal 尔凡是今年的生日禮物 班克牙包的 幹嘛啦 幹嘛你們幹嘛 四十萬躲在爐上耶 如果現在把它爐走 我真的會問你 我媽說她不會理我 她說是我要騙她錢 特別好看啊 這是巴黎世家的 沙羅包 我一下好像要七八萬 我是買CT的 四萬 整個人價值的提升版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啦 之前有買一個 Prada三合一 咖啡 就是有蛋瓜湯 然後味噌跟更麻 有三種 杯法的 差不多四萬 你可能說什麼 小CK好的 一兩千塊你買的 然後杯一杯 就脫皮之類的 又很容易撞包 所以你喜歡它的耐用 跟一些獨特性 對 以前有現在沒有 買的不多 但是都是自己買的 保存情況還不錯的話 萬萬過一款 就是怕它不是正品 所以就是一直都沒有下手 就是這樣 應該還好 狀態是好的都可以 不擔心它是正的還假的 對 這個人可以賣 買二手 我覺得覺得那不如買全新的啊 不會 就是如果狀況好的話 有在買新品人 通常都會滿飽的 我有 然後 那是你都不會買 颱風天杯 因為可以裝很多東西 媽媽不就是拿來裝東西的嗎 還是想收全新 沒有 手做定 還有保鮮膜包著 保鮮膜 怕會假或是什麼 上一個人的使用狀況 其實我不會在意 外面可能賣九層新的包 自己買全新的 杯三十差不多也是九層新 看好 價格又差這麼多 有時候覺得買二手還比較好 二手可能我覺得 問題會有點多 前一個人穿沒有保護好 比較會有味道啊 很多外觀可能有刮痕啊 二手但是他品牌 那是好的狀態給他啊 送人我覺得還是要 全新啦 不知道花多少錢買了假貨 成衣店 買過那種Vintage 但也是大牌的 一件就只要幾百塊而已 有些真的要仿真是仿真 但有些真的要做假的時候 真的是 超容易看就知道是假的 照片上很容易會累 只是要看實體 我在池上面還滿省的 瘋狂打工 工作狂這樣子 也還好 因為我平常吃東西 也沒有很講究 先拿家裡 然後現在大學 在鞋墊打工 一個里程碑吧 18歲 會有一個禮物 聖誕節有一個禮物 我自己打工有一個禮物 這兩個當然是手錶 因為他是生日禮物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說 長大要熟識啊 媽媽妳知道為什麼 我都不熟識了嗎 一定是 因為那個DW的手錶 沒辦法讓妳知道妳夠熟識 那個是媽媽送的 沒有那種效果 一個包包 新品的我可以背很久 留給以後的小孩 可以拿去賣 他可以做一個循環 像我的手機 就是舊翻新那樣 那麼喜歡妳買的包包 妳會送個人之類的 不會耶 因為包包都是可以放久的 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再拿出來背應該也是苦衣 是一個穿搭而已 應該加分相吧 可能如果好看的話就可以加 像是一個藝術品 不就包包嗎 可能是收藏 但它不會帶 我有一個包包 從來沒有背過 因為它這個太漂亮了 旁邊有三柱箱嗎 錢包的話就是 你要對錢尊重 才會有錢 看顏色 有些顏色會破財 紅色 刺字 黑色 咖啡色系這樣子 是不是 正品 款式 它是個二手精品的一個平台 它上面還有鏡照 就可以看到它 都會講使用的狀況 不用擔心它是不是在微喉欄 而且它還有 正品鑑定 幾90天退款保障 對 妳真的很看得很認真喔 有不認真 蠻適合像我們這種大學生 比較沒有錢 用的速度吧 比如說女生化妝品 或男生的相省 女生我覺得口紅可以 如果要買到那種兩三千塊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必要 送一個包包 去Costco買到的都可以裝 款項可能不是你喜歡的 其實你也覺得不用浪費這個錢 嗯 OK 款式還是要好看 我才會買 保不保持 可不可以背得長久 會不會過失 我有一個阿姨 有一個包包 從她年輕的時候買到現在 換我背 她也是很漂亮 第一 我爸爸的 阿婆 買給她的成年禮 現在換我穿 那今天好看 好看 謝謝 先走一步啦 要嗎 幹嘛 Dior 小包 我喜歡小包 應該是要六萬起跳 那為什麼沒有買 沒錢 FUJI的鞋子 之前Nike有跟Dior聯名 可能是小側背包啊 派對的時候也是比較好穿搭 對 那派對背的那種 廢物包包 一堆錢 然後買一個連手機 就裝不下的包包 妳會想要買廢物包嗎 會啊 因為很可愛啊 就是搭配 寧願把手機放在口袋裡面 還是要背那個小廢包 CELINE的 這LISA同款 這買不起 姊妹很想要一個 CELINE跟LISA同款的包包 可以啊 如果有那個能力的話 姊妹直接抬頭 直接抬頭 不會買給我自己 妳先離席一下 妳先離席 她不在 如果是她妳會買嗎 會啊 真的會 一萬吃之類的吧 就是可能小皮夾這樣子 這個不吃了 姊妹 然後她說 剛好看到一個包 原價有五萬多 四萬 就帶走 省五千耶 奶 我買了 牛國旗 Oh my god 想有LV的燙音上去的一個牛排 是牛排的 對啊 才付自由的時候 還有終於的錢 我規劃 沒有在那個 對對對 細話總是趕不上 變化的 很多人喜歡送精品給朋友 想給他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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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覺得暈暈的 嗯 靜藝那邊上班 要有機會參加 You're rich You're rich You're rich 在文化杯這個感覺很容易 喬屎壞掉 哈哈 有錢嗎 滿利 那妳會想要怎麼買的 會 但我不會想要買精品包 家裡挖石油 很有石油 很有石油 很有壓力嗎 有很大 姐妹都送到精品包 不然我會送手 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發現他就是喜歡這些精品類 會穿 剛開始穿都會很照顧他 有人踩到我就會蹭一下 走路不敢墊腳走 不能蹲 會折 穿到後面就沒感覺 網路上買了一個二手的小包 來的時候就知道是假的 我還在網路上問人家 說你確定這是真的 之後他就封守我了 看他一直在看那種品牌的口 之後去逛逛 然後就直接買一個 你當下的心情 沒買了 我覺得他身上發光 嗯 就會這樣子都要差 還你一點 可以我還他一點嗎 賣一下 幹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穿著會變得很有質感 今天隨便穿一個 然後再搭一個包包 別人看他就覺得 那個人好有質感喔 這樣子 不要用的話可以送我 但他IG在這邊 但我也想要 IG在這邊 其實有點做錯就是 我有點被這種虛榮性影響到 別人我買不起 我就買一個二手的來 發現其實根本沒有想像中 這麼的特別 朋友還是認識原本的你 真的很喜歡 有需要再入手 畢竟開銷是不小啊 算你上個班一個月 如果買一個包包 這樣就沒了 嘿 請說 反正到現在 我都沒跟他講 我今天其實有個小心機 什麼心機 愛馬斯 有喔 為了這個主題 然後我才穿這件衣服 你知道今天幾度 大學生其實蠻喜歡 精品這件事情的 我也是出了社會之後 才開始真的了解 阿阿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們在大學的時候 有沒有買過一些什麼精品